内地新冠肺炎肆虐,导致内地很多省份城市的确诊人数不断上升 疫情在全球持续扩散,令到不少民众非常担忧 不少娱乐圈的明星朋友也都非常关注 更纷纷捐钱捐物资,唱抗疫歌,为抗疫人员加油打气 而国际影声成龙大哥就是其中一位 他更加公开发表出资100万人民币向个人或科研人员成功研制出特效药救国的原相 而近日,网上就风传,成龙大哥也都感染新冠肺炎 更加传出被隔离的消息,令到不少粉丝非常担心 幸好,只是虚拣一场,他分别在Instagram和Facebook向大家报平安 指自己目前是安全和健康的 多谢大家的关心 感谢观看